中秋连假的第一天 很多的民众都跟亲朋好友一同去烤肉 而在台中今年烤肉的区域 只有开放清水 敖峰山 公园 还有中正露营区这两个地点 因此不到中午就涌现了烤肉的人潮 像是在中正露营区 民众提早上山卡位 就怕晚一点去 人挤人 抢不到好的位置 另外有民众从市区骑车 骑一个小时跑去山 这个敖峰山来烤肉同环 香肠 玉米笋 大块肉片 放在网架上慢慢烤 中秋节重头戏当然要烤肉 那你们住大甲每年都来吗 还是 基本上 从市区来 从市区过来 对 因为我们骑车上来一个小时 对 就是会比较远 但是也还好这样子才有出去玩的感觉 清水敖峰山公园 不到中午急满烤肉人潮 凉亭下一群人大口吃肉 放眼望去大多是亲子家庭 因为敖峰山烤肉区不但免费使用 还提供民众烤肉架十分方便 对面还有游戏区 大人小孩边玩边烤不亦乐乎 对面就是那个竞技场了嘛 对啊 所以孩子就是来这里烤肉 他们吃饱了 或是不想烤了 他们就可以去对面玩 这也很好 因为它旁边就有洗手台 然后这边还有垃圾桶 就是都很方便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考量 台中只开放 敖峰山跟中正录影区两个场所 至少有地方可以烤吧 而且很轻轻是来 至少还有一些空间这样 还没走还没走 德布吉大快朵银 来到中正录影区 户外烤肉别有一番风味 不少民众一早九点先上传卡位 我想说提早到 可能说怕晚上会太多人 所以先来烤 想说晚上烤一定是人山人海 而且就是一定会跟大家抢 就比较没有那么空旷 所以就想说白天来烤 户外空间三五好友约烤肉 提醒民众疫情之下 也得做好防疫才能开心过中秋节 叫潘信洪杰明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